我们的姐妹把真言十三章结束了 今天我们来看真言十四章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真言十四章第一节 真言十四章第一节非常简单 是两句话一个对比 那两句话的上句是智慧妇人建立家事 那对应的是欲网妇人亲手柴绘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 看传经文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我们此刻正处在一年之初 我们现在是2023年的2月份 那我们刚刚过完华人的春节元宵节 那无论是从哪个角度 从苏丹节来看 从元旦来看 从华人的这个新年来看 从华人的元宵节来看 我们的新年已经结束了 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应该放在我们前面要奔跑的路 圣经说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2020年过得怎么样 forget 2021年过得怎么样 forget 2022年过得怎么样 forget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能改变的就是 2023年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2023年 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充实的 更加丰盛的2023年 那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积极的认真的去过好神给我们的每一天 所以今天我们看 真言十四章第一节说 智慧的妇人 那智慧的妇人就是 她也是一个女人 但这个女人是有智慧的 那智慧的妇人 她会怎么样 她会建立她的家 她会建立她的家世 那与之对应的是 欲网的妇人 那欲网的妇人 她会做什么呢 欲网的妇人是没有智慧的 没有智慧的妇人 跟有智慧的妇人正好相反 有智慧的妇人会建立家世 而欲网的妇人会把她的家亲自拆回 我今天没有在我自己的家 那我是出来办一点事 我本来的计划是办完了 可以回到家 跟大家一起来线上礼拜 因为事情比较复杂 那我就没有及时处理完 那我想没关系 反正我们是网络聚会 所以网络聚会 也有网络聚会好处 anytime anywhere 那我就跟这个律师讲 我在一个律师的事务所 我就跟律师讲 我说借我用一下你的电脑 借我用一下你的电脑 那我用你的电脑 我来这个花一个小时时间 跟我的弟兄姐妹在网络聚会 那今天我们 我们在这儿帮他处理的事情 有很多 其中一项就是 他自己的姥姥和姥爷 是比较早来到美国的移民 那比较早来到美国的移民 如果前面他们家底淹实一点 如果他们又勤劳 还能抓住一些机会 其实他们是可以成为很富有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早期美国的房子也便宜 美国的地也便宜 如果早期来的那些移民 他们勤奋一点 然后本身手里也有一些钱 他们可以买很多的土地 他们可以买很多的房子 那在中国我们历史上 也有什么大地主 那我们的大地主 有很多房子 有很多地 如果能留到今天也是很有钱的人 对不对 所以在大概几年前 中国流行的就是房书房婶 就是说他在中国的这些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有几十套房子 或者上百套房子 那我们知道在北上广深 随便一套房子 最便宜也要留七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人民币 你想你有个一百套 那是多少钱呢 所以今天 在中国我们历史上有大地主 但是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件 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叫打土豪分店地 所以你越是有地 越是有房子 你这个人可能被打死了 或者被抓走了 然后你的房子 你的地就被分了 这是在中国 但是在美国呢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比较早来美国 你又比较紧奔 原来手上再有一些钱 你就可以买很多房子 很多地 那现在整个房也升值了 地也升值了 所以就有很多钱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姐妹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想 过一个富人的生活 那我相信 那我们即便是基督徒 我们没有那个贪心 但是我们也有基本的需求 我们甚至想 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工作城市 有一套房子 对不对 所以就像 好像这个孙琳姐妹到北京 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 第一件事情先找一个房子 我们都有一个住的地方 当然你能租到房子是很不错的 可是你租的房子总归有这个那个问题 人家房东不高兴了 就可能连你走 一个房东说要把房子卖了 下一个富足 可能不一定想租给你 所以就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 那我们很想买一套房子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想有一套房子 可是这个世界常常是这样 你努力工作的人 可能你一套房子没有 另外一些人不努力工作 甚至有几十到上百套房子 所以我这位律师朋友 他的姥姥姥爷 那就是比较早的那个 在这边买房子买地的 所以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工作 也不需要工作 因为就收房租 就可以让他们这个吃喝不愁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想 这样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 是不是无比幸福呢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去想 我们好多人要努力一生 可能未必能在美国买一套房子 他们一生下来就有几十套房子 还有很多的地 那我们想他们应该过得很幸福 可是恰恰相反 因为这个妈妈呢 有点偏心 所以这个世界你知道吗 除非你是独生子 否则只要你家里有两三个孩子 你一定会发现 你的父母也是偏心的 所以今天我也是做父母的人 我们家四个孩子 我公开讲 我对四个孩子态度不一样 我是偏心的 所以你们知道 我对哪个特别好 对不对 你们知道 但不要说 知道就好了 所以今天 这个老爷 这个中风了 过世了 然后就送姥姥主持家业 那他在分这个家产的时候 把一小部分给了大儿子 给了把一大部分给了儿子 小儿子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一分也没得着 所以今天房子还在那里 地还在那里 可是因为这种分配不均 现在大儿子跟小儿子高壮 那小儿子这个跟大儿子这个这个高壮 然后女儿又又连大儿子小儿子一起高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他们他们不需要为房子发愁 他们不需要为钱发愁 他们有几十套房子 然后呢 他们还有足够的这个房租 去让他们吃喝不愁 我们原想 他们这个三个孩子 大儿子 小儿子 还有女儿 每一家都可以有幸福的生活 但是现在每一家都很痛苦 我具体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事到隐私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 因为姥姥做的决定 让让大儿子拿到一小部分家产 然后让小儿子拿到一大部分家产 然后让女儿什么都没拿到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不开心 每个人都不开心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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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现在自己也是很痛苦 因为自己的老公已经不在了 三个儿子 没有一个儿子跟他亲相的他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去想 这个人也好 不单单是妇人 包括男人也是一样 那这个人也好 不单单是家里面 包括教会的墓室也是一样 这个人 不管是妇人还是男人 包括在公司的领导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智慧 当没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的家也好 我们的教会也好 我们的生意也好 我们的公司也好 就会被建立 被建立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就像圣经说的 我们会亲手拆毁这一切 所以今天 我在跟律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 我在想 我一直很诚恳地讲 我说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呢 感谢上帝 我们家没那么多房子 我们家没那么多地 如果我们家有那么多房子 我们家有那么多地 很有可能 我跟我弟弟现在也在打架 他告我 我告他 他想多拿一点 反正我人也不在中国 他全不要了 我可能想多拿一点 因为我在美国开销很大 我应该多拿一点 所以今天 因为我爸爸也没有 我妈妈也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 靠他们这点家产 来维持我在美国的生活 所以我 相反 我更开心地 每天可以努力地去工作 靠着神的恩典 每一天都让自己更有盼望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我们没有房子 所以我们吃不了 不都受不都酸 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想 有很多的时候 上帝没有给我们房子 上帝没有给我们很多钱 实际上某种意义是 上帝对我们的英文保护 因为中国话讲厚德载物 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敬畏 如果我们不懂得归荣耀给神 如果我们不懂得顺服神 做神的仆人善用善管 神放在我们手里的钱也好 物业也好 我们最终就会像圣经所说的 我们会亲手拆毁这一切 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破碎 恰恰是在他们有钱的时候 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 他们互相需要的时候 互相倚靠的时候 互相帮助的时候 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 那个意思 当人有了钱以后 人就开始去做一些 满足自己私欲的事情 然后让身边人受伤的事情 导致整个家破碎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慢慢的你们就明白了 我们教会每一年 我们不管收了多少风险 哪怕很多几十万几百万 我们也会把这些钱怎么样 全部花掉 我们把这些钱全部花掉 就意味着我们教会的账上 没有任何的大额的可用资金 也就是说当有人对这个教会的钱感兴趣的时候 他会很失望 因为这个教会没有钱 那这个教会没有钱 他也就不会想在这里搞什么事情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教会 他们闹分裂 很多教会闹分裂 你想无非是有一些人对牧师手里的钱 有一些人对牧师手里的权利感兴趣 今天我们教会你应该知道 我作为牧师我手里没有任何权利 我有啥事我都得跟孙林商量 我有啥事我都得跟许盈商量 我有啥事我都得跟红雷商量 为什么 因为我不干活 也人家干活 而且人家干活又不能给人家钱 我得求着人家干活 对不对 所以今天牧师手里没有钱 牧师手里没有权利 所以我必须依靠神 然后让这个没有钱 没有权的牧师 还可以调动教会的弟兄 调动机会的姐妹 去做一些神让我们做的事情 那我就会一直保持谦别的状态 那对于教会的同工来说 那他们就很清楚 他们可不想跟我争权夺利 因为这个牧师太难当了 又要搞钱 又要搞人 那哪有那么多时间 哪有那么多精力 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好好工作呢 所以今天我想 这个我们不提名字 那我们教会的这些同工 他们每个人的年收入 都比牧师的年收入高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 手法是我见过的全市 全世界最好的模式 就是说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 不给任何人发工资 今天每个人来教会 都是义工 所以今天 我们在教会的地区 我们在教会的姐妹 更多的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机会怎么样 去操练 师比受更有福 当我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奉献时间 当我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奉献金钱 当我们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奉献 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得到祝福 所以你看 疫情三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我们教会 没有一个人 他丢了工作 很多公司关门了 很多部门裁员了 但是我们教会没有 因为 神应许我们 师比受更为有福 对于那些奉献的人来说 神对他们是有保障的 对于那些奉献的人来说 神对他们是有恩典的 而且神又应许我们 多重多受 所以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在教会里面奉献 他们没有人 因为在教会做什么事情 得到什么钱 相反 他们做事情要搭钱搭时间 他们奉献 他们得到祝福 而这些钱 又被用在各种善功善事上 然后 让我这个牧师 也是一直是没有钱的牧师 然后 我就得常常谦卑在主面前 每一天祷告 然后 因为我谦卑 弟兄姐妹 顺服整个教会就可以一直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讲美国是这样 讲中国还有额外的风险 如果我们真的大家奉献的钱 教会账上一大笔钱趴着 那今天我想我早就被公安局或者安全局盯上了 公安局安全局不是不盯我 而是公安局安全盯完我以后觉得抓他没意思 这哥们没钱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 今天我们作为智慧的富人 我们不一定要有金 我们不一定要有银 我们作为智慧的富人 我们不一定是博士毕业 不一定是出国留学 我们作为智慧的富人 我们就是相信神爱我们 就是相信神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倚靠神 去处理我们家庭的每件事情 我相信圣经说神爱世人 我相信大卫定的规矩是什么 上战场打仗的和在家看守兵器的一样平分掠物 所以今天如果这个姥姥略微懂一点圣经 略微有圣灵的引导 他就不会做这种偏心的事情 就是把一大部分家产给了小儿子 让大儿子拿很少的一部分 有一分钱没给他的女儿 导致今天兄弟失和互相互相告 甚至这个大打出手 那这个自己的亲生女儿 跟自己的两个哥哥形同陌路 对自己的妈妈也不闻不闻 那老太太的晚年其实是蛮积散的 其实她的钱很多 但是相反她却很凄惨 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想我想我自己 我自己我虽然是一个没有钱 也没有权的牧师 但是我很感谢神 在中国有很多弟兄 很多姐妹很爱我 在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你 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跟别人争个高低上下 你不一定要跟别人争个高低上下 很多时候你不争 恰恰你赢了 因为你不争 恰恰讨了神的喜业 你不争 恰恰让神满足 当你的行为让神喜悦 当你的行为在神来得称赞 神就会祝福你 神会自己提升你 所以今天我们再讲回来 我们有个姐妹叫崔娟 那她有一次就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牧师啊 这个我在销售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客人 我跟客人谈得非常好 已经要签单了 这个时候突然半路杀出陈小金来 我公司另外一个销售 跟客人是同学 然后一听说 我同学也在这个公司工作 人家就告诉我不跟我签了 那我该怎么办 那今天我想有一些人 就会很直接很简单说 该谁的就是谁的 你前面谈的 你前面沟通的 你前面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现在都要签单了 这个就是你的 但是王牧师恰恰跟别人给出了 给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建议 王牧师说 如果客人因为 他的同学在你们公司 要跟你们同学签 就让他去签吧 因为这里面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卖的东西又不是土豆 又不是白菜 我们卖的东西都是需要有售后服务的 如果你的你的同事专业不够 后续服务不好 客人即便买了也会后悔的 等他后悔的时候 他会来找我们 甚至在他没买之前 他评估一下他觉得不行 他会来找我们 当然在东北特别讲哥们感情 一顿酒很多事情都都解决了 那他可能就是任他的同学 就是想希望他同学挣这个佣金 那他就在同学那买了 也没有关系 那今天我们想 一个业务不专的人 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都能得一单 那我们信上帝的人怎么办 我相信我们会得更好的客户 会得更好的单 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经 圣经说你进到一城 你进到一家 你就要为那一城为那家干嘛 祷告祝福 那如果那一城那家配得这个祝福呢 这个祝福就落到他们这了 对不对 那这一城这家不配得祝福呢 这祝福就给你了 所以总是有聪明的弟兄 总是有聪明的妹妹说 牧师啊 那万一每一次我为人家祷告 为人家祝福 人家都配得那个祝福 这祝福给他了 我能得到啥呢 我总是鼓励他们说 我说连不信神的人 因为你的祷告 他们都能够祝福 那上帝岂不加倍祝福 你这个信神的 你这个为别人祷告的 你们相信的 你们就打字 阿门阿门阿门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句话 来鼓励我们的祝愿姐妹 我说他不信主 因为你的努力 他都能得到一份这个业绩 那你这个信主的 你跟神祷告 神一定加倍给你祝福 事实上 崔娟姐妹就是这么简单的 凭着这个信心成了top sales 所以 这个 20年 21年 22年 很多公司裁员 你们知道崔娟姐妹又是做猎头的 公司裁员 那还怎么做猎头 我猎头只是公司招人的时候 他去招人 他帮公司招人 他才能搞到钱嘛 所以从从每个月 崔娟姐妹的奉献 我能看见 他的业务没有降 凡尔神 所以我自己 我相信 他以前的公司 他照着神的话去做 他以前的公司 他凭着信心顺服主 他在现在的公司 他照着神的话去做 他凭着信心顺服主 神以前祝福他 帮助他 现在神还祝福他 帮助他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 跟姐妹姐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事 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当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 当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当你是一个常常 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的人 神就祝福你 神就给你智慧 神就祝福你 借着你来建立你的家事 让你有丰盛的生命 当然相反 我们自己 我们不信神 我们自己或嘴上说信 但是心里面不信 那我们就是一个欲望的妇人 我们欲望的妇人 即便我们有了一份好的工作 我们欲望的妇人 即便我们有了一些家业家底 但最后 这些家业家底都会被拆毁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盼望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就跟神祷告 神啊 我以前可能没有智慧 神啊 今天我就向你求 求你赐我智慧 让我成为智慧的妇人 让我成为智慧的男人 让我成为有神的能力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恩高 有神的恩宠 有神的统在 以至于在家中 我可以建立我的家 以至于在公司里面 我可以让我的公司业务 可以发展起来 所以今天我在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这是一年之初 这是一年之初 我们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 因为主和主的大能 因为主和主的恩典 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鼓励弟兄姐妹 我鼓励 我来看这段经文 同样是妇人 有人是建立家世 而同样是妇人 有人是亲手柴慧 所以今天你选择做 建立家世的妇人 你就跟主求智慧 你就来相信神 你就来在教会里面奉献 你就来在生活中 去祝福你周围的人 然后神就不断地喜悦你 不断地赐给你智慧 神就不断地喜悦你 神就在很多心上来帮助你 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你的家世 你就可以让你自己被建立 你就可以让你所在的公司 被祝福 如果反过来 我们只是嘴上信神 心里面更多的是嫉妒 是苦毒 是贪婪 是比较 我们最后 即便原来手里面 有一些从神来的祝福 最后这些祝福 也一样一样会死掉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有很深刻的感受 刚刚在我对面 我们在如果上线早的人 可以听到我对面有这些吵杂的声音 刚刚有一位女士 她从香港来 在这边做移民 她从香港来 她这边做移民 那来得比较早 然后呢 也在这边接受教育 在这边做护士 在美国做护士是蛮赚钱的 但是她就不能控制她的情绪 所以第一段婚姻失败 有很多的损失 金钱损失我们不讲 包括情绪上的这个透支 那第二段婚姻 又是这个控制不住的情绪 以至于在美国 这个夫妻之间 如果发生一些事情 某一方可以跟警察申请一个禁止令 让对方不可以靠近自己 那所以她来找律师的时候 然后律师帮她把这个事情处理了 可是律师看到她的情绪不对 看到她的情绪不对 所以因为最近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 就是刚刚在中国的这个春节 除夕发生枪击案那个城市 所以我最近就来这个城市比较多 为这里的人去祷告 因为很多人现在还有恐惧 那我在祷告的时候 律师跟我提起这个女人说 案子已经结了 从法律上能帮的 已经帮到这儿了 但是觉得她的神志不清 那牧师 这样的人你可以帮她吗 我说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帮她 但是我愿意帮她 如果你们打字方便 你们就打字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帮她 但是我愿意帮她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清楚 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人的心 我们必须确认 我们不是神 但是我们愿意被审用 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这个律师就打电话 把这个女士请过来 所以这个女士来了 我跟她聊天 我就会发现真的是胡言乱语 这个整个思维是混乱的 所以她就一边在讲 我就一边坐在这里方言祷告 她一边在讲 我就一边坐在这里方言祷告 所以刚才你们会听见呕吐的声音 就大概在几分钟前 你们会听见呕吐的声音 你们知道当一个人身上有吸灵的时候 当那个吸灵要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呕吐 所以今天我很确定 我很确定她已经被释放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 我本来是跟律师聊一聊 为律师祷告我就回家了 但是律师跟我提起这个人 我说我不确定我帮她 但我愿意帮她 我就选择留下来 结果她这个女士受的伤比较深 那个鬼在她身上也住了蛮久 所以赶鬼也不太容易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看着我的时间 该聚会了 我当时就有感动 我当时有感动 我不需要找张三 不需要找律师替我讲 我一边讲道 我一边祷告 所以今天在线的人都有福了 我是这个一边讲道 我是一边祷告 我是一边讲道 一边祷告 所以她在这 所以你们上线早上 你们听到那个噪音了 对不对 她的小孩也在那有声音 她自己也在那有声音 这些都不能干扰我 我如常 我如常 我该放在美西斯坊的时候 我该祷告 那我在讲道的时候 你们知道 在讲道以前 我跟她聊天 我为她祷告 当我讲道的时候 我没有碰她 她自己刚才就呕吐 然后她现在 很平安地离开了 那我感谢神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所以今天 我们一个信神的人 我们不与别人争 我们一个信神的人 我们愿意去祝福别人 我们一个信神的人 甚至让我们自己委屈一点 让我们自己吃点亏 我们都愿别人被祝福 我们自己今天 我牺牲了我的休以时间 今天我牺牲了 我可以在家安安静静地讲道的时间 我在这种嘈杂的环境 我在这种 不是我自己主场的地方 我继续一边服侍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 我一边我来心里面 我来祷告 我来奉耶稣的名 命令在他里面 一切的鬼被赶出去 他一切的伤害被耶稣来医治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想说这是很好的一课 这是不单单是讲理论的一课 也是有时间的一课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姐妹 智慧的富人建立家世 欲望的富人亲手采回 所以我鼓励弟兄 我鼓励姐妹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不逃避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心里面清楚 我们做不了什么 但是没有什么是上帝不能做的 靠着主 圣经说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